整身都来 现在你看我已经是洗干净了 2010潮包娱乐 不论大小最精最新 2010要发得起 就要切记收看发尽娱乐 人头码时的照片 寄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独一无二 限量版人头码VSOP一屏 比赛详情请浏览 或者把照片点由到 好了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伟丽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说句实话我根本看不错 我在之前咨询了一下 只知道今天要主要 给大家要讲的内容 原来我们讲的那个SUV是小的 是随身携带的 今天我们讲大的 讲专业的 把一些大的一些内容 怎么转移到其他的电脑上 所谓小的就是 我们之前一直讲的USB的2.0 像这种USB的stick 比较小的一些存储器了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讲 比较高档一点的3.0 很多人都说期待说 3.0什么时候能够成为 一个常规的 我们日常能用档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 好多电脑的外设设备 都是以2.0为主了 今天请到我们专家 来跟我们解释了 非常欢迎 iTai Computer Jay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一些3.0的一些外设 那么另外 首先想跟我们大家 来解释一下 这2.0跟3.0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在哪里 2.0和3.0的主要区别主要是速度 2.0就只是480个Mate per second 就是只有480个Mate 一个一秒钟 这个传输的速度 对 然后3.0它的最高速度可以去到5个G 哇 这个差别相当大 那是8个倍了 对啊 然后就是它一般的正常的速度 至少有3.2个G 3.2G一秒 对 对 一秒 最高可以去到5个G 那是相当来说很快了 比2.0 但是我们市面上现在普遍看待了一些电脑 包括一些这个USB的外设都是以2.0 都是2.0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发展到普及到3.0 其实3.0只是2010年1月 这个今年1月才真正发行的 好 那就是老电脑都没有 老电脑都没有 新电脑都还暂时还没有 但是如果你想要达到那个速度 现在就是现在的数据的那个存取量 现在都很大了 可能是500个G一个Hard Drive 1000个G 所以你要把一个电脑上面的一个硬盘 转到另外一个硬盘上面了 那就其实时间是蛮长的 对啊 尤其用2.0来传输 就比较慢一些了 对 就是3.0就快很多 就现在正常的3.0 如果好像尾你手上拿 如果你说你的电脑上面没有2.0 但是你想加上3.0 然后把它的数据 传输的那个速度提高 那直接用你这个I-O卡 就是I-O卡 其实这是一个类似于转接卡的一个 对对 直接把它插到那个主板上面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设备 转到那个3.0 那你就兼备了2.0和3.0 其实它主要是 那3.0它的接口跟2.0是不同的 像这一种就是3.0的接口 这个接口的这个形状啊 包括大小啊 都跟普通的这2.0的接口 它好像不一样 好像壮一些 然后看到另外那一头 应该是普通的 但是那个 这是3.0的接口 但是它的样子上 看上去是一样的 但是主要是它后 另外一头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说要把一些数据 好像从大的电脑 换到一个小的电脑上面 其实我们除了那个 直接用这种Io卡的方法 还可以用这种设备 这种 一个插槽 有点像这种 iPod iPhone啊 这种插槽似的 对对 然后这是普通的硬盘 然后主要把你的硬盘 插到这一种插槽上面 然后呢 然后这一边 连上这个数据线 这一边 这个数据线连在 这个插槽的一头 对 那么另外一头呢 就连到我们普通的 普通的电脑上面 普通的 就可以了 对 普通的USB的电脑上面 就行了 不过这种是3.0的 你就连到3.0 好像这一种 普通的这种是2.0的 你就可以连到2.0上面 还不一样的 都是 所以这个 对于外设设备来讲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就是所有的线 的这些 只要是速度的 对吧 Hard drive都可以用 都可以 好像你如果 你想把你的 那个 Desktop的台式机的 数据 转到你的 笔记本上面 笔记本上面 是这种的 这种的 这是小硬盘 你就可以把 插到这上面 然后另外一边 又接到 到那个 笔记本 也是插到这个 这个槽里面 拿这个小的 对 这是台式机的 大的那个硬盘 但是如果换成 如果你想把笔记本的 换到你的台式机上面 你这笔记本的是这一种 这一种 然后这种小型的 你就可以用这一种 这一种转接口 这种转接线 它是这边也是 USB的数据输出 然后这边就插到你的 那个笔记本的输出口 上面 这就可以了 原理上是跟这一个一样的 只不过是接线的 接线的接口不同 同时大家平时可能都有这 然后有时候你的那个电脑 它的笔记本的电脑 可能那个硬盘 要换成大的 里面小的就没有用了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把它拆出来 然后把它装到 这样一个Encotion 这一种小小的 那个盒子里 然后就变成了 一个外置的硬盘了 所以你还可以把它 来再利用 并不说这个 自己把它装到里面 然后你就变成了 一个外置的硬盘 然后你就再利用了 你原先的那一个硬盘了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太专业了 我听到还是有点不太清楚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 最好是到店里 去仔细询问一下 没错 因为尤其像这种 笔记本的这种硬盘 通常笔记本 如果一旦损坏了 或者说是不再用了 也就会浪费的 其实我们现在来讲 你预计大概什么时候 3.0会成为一个主流的 起码都要明年 明年 好 基本上其实很多人 都在期盘很快的 因为现在2.0来讲 我们觉得 传输速度已经不够快了 什么时候3.0 对对慢了 对不对 你要传输大量的一些 设备数据 甚至一些影像的资料 就要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几百个geg 对啊 对 好了 这次谢谢 谢谢 给我们带来 有关这个3.0 一些外设设备的 这个介绍了 那么其实有一些 这个外设设备呢 包括目前采取一些 转接口的一些插槽啊 一些卡都能够实现到的 那么载它可能漂亮的 也能提供给大家 这方面的这个服务了 好了 非常谢谢 谢谢 好了 马上时间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气360 多伦多今天呢 主要以晴朗的天气为主的 今天的UV指数呢 是比较高 是会有8的 如果大家出门的话呢 要记得插上防晒霜 现实室外的温度呢 是20度 全日的最高气温呢 有28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测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呢 会到达全日的最高气温 28度 晚上会落到20度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一起收看 双鱼对对碰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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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3月0日的问题呢 就是想问一下大家 你小时候的志愿呢 跟你现在做的工作呢 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是的话 CSC价格BT300A 如果不是的话 CSC价格BT300B 我想很多人呢 譬如说他想做那份工作 是未必做到的 又或者很多人读完大学出来 读过科呢 根本是做事和读过科 是没关系的 读过科 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 我觉得 那您的志愿是什么呢 我的 高学 做老师 这么伟大的志愿 老师 做老师 有没有想做什么老师 做老师当时有没有想过做什么老师 因为老师有很多种啊 小学老师 什么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 还是教师学的 教师 BABY 就一个幼儿教师 幼儿老师 小学的老师 就一个人